三殿下 三殿下 帝君 为了看热闹 你倒是无所不用其极 毕竟是开天辟地 头一回新鲜事 不过就是舍去几分修为 帝君都可以做到 我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走吧 我 我是在梦里吗 为什么连宋殿下 会带着小阿丽进犯银谷啊 我是不是还在睡觉啊 嗯 果然是在做梦 一点都不同 你掐得还顺手吗 哦 帝君的衣服皱了 我帮你拭一拭 九哥公主 本君此行啊 原本是给东华 烧一味老熏练的丹药 天孙无意中丢失了 陪他玩耍的阿子 一直燕燕提不起精神 我便带他出来一同散散心 正巧碰上你舍宴 也就不请自来了 没事 是我的荣幸 本来担心这丹药送迟了 会耽误帝君什么大事 但现在看来他也 现在不用 以后难说 早知你不会如此客气 老师 老师 不是跟你说过 不能碰长生疼 老师 还记得我不能碰长生疼 我是怕老师在九哥公主那里 吃得不习惯 所以才借着今日给老师炖了些汤来 这木莲子汤中 没有了长生疼 又怕失了老师平日习惯的风味 没关系的 我只碰了一点点 谢谢老师为我担心 我爷 我去瞧瞧韭菜准备得如何 好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你就别去给我添乱了 再给你一个 你也别给我添乱了 算了 你毛病太多不爱吃这个 给 我边吃边跟着你吧 跟着你出去玩一会儿 也不影响我吃这个糕的 你是因为季衡梅给你做汤 却给东华做了 你又羡慕又伤心吧 那怎么办呢 我只做了绿豆糕跟蚩豆糕 还有梅子糕 一杯不食之虚 而且梅子糕里还放了你不喜欢的姜粉 算了你还是给我添麻烦吧 你为什么不做点老子爱吃的呀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爱吃什么糕了 记得啊 梅子冰糕啊 要不让他们拿一些过来吧 我听说这里的厨子厨艺不错 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 也行 让他们先上一些吧 还有老子最近喜欢吃咸的 先不要放干草 放点盐来尝尝 要是做出来不好吃呢 就再换回之前的口味 或者蛋黄酥我也可以勉强试一试 好 那就做一点咸的让你尝尝 好 老师 汤撒了 九哥公主 听闻你厨艺了得 本君呢一向对糕点 就爱个吃豆绿豆啥的 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幸 可以尝尝你的手艺呢 好 我去外面等你 好 老师 要不我再去给您盛一碗吧 你对它的口味 倒是很清楚 你 是想吃这个糕啊 但是我做糕没有什么 我做鱼做得最好吃 你不是尝过吗 你还是想吃糕啊 可是糕已经分完了 不如 天孙天三那边倒是有几个 你问他愿不愿意分你一把 三爷爷有六块 我只有四块 应该三爷爷分 凭什么要分我的 况且我人小 娘亲说 我应该多吃一些才能长得高 看来九哥公主 比较了解烟迟物的口味 但是可能不大晓得你的口味 对 这个糕点 恰好很合我的意 但是不晓得合不合你的意 你何苦为了一块 不晓得合不合你意的糕点 童活强呢 咱们俩好友那么多年 至于吗 好 小九还走不走啊 要是厨房赶不及给老子做糕 就你给老子做啊 谁 谁暗算老子 谁暗算老子 不好意思 手那么一滑 滑 滑得好远呀 是鸡横做的汤 好喝呀 来 我之前花的 怎么一个两个都不高兴 这宴席算是打水漂了吗 你就为了吃一顿饭豁出去一身的法术入骨 吃完就回来了 你一切安心吧 范英谷有帝君作证 没什么可担心呢 我还真的是低估了三殿下对八卦的热忱 我本以为你会直接去问成语元君 没想到你竟直接入骨 我为什么要为了其他男人的事去问成语 成语只需要为我一个人的事烦恼就够了 小心佩服 等等 好 oooo 枚开